儒家不是不信神,而是觉得神超越了他们的理解范围,就不讨论了 儒家从研究上来讲,他还是相信有神灵的,因为呢 他们相信祭祀,相信祖宗 祖宗跟鬼神的概念是绑在一起的,你只要祭祀祖先 祭祀祖先的概念,首先是认为祖先就是神 古代的人为什么要祭祀祖先呢? 就是让祖先得以谢死 就是每年你要祭祀祖先,你就会杀头猪啊 宰头羊啊,这叫写食 因为祖先已经死了,只有你认为祖先是死而有灵的,死而为神的 那么你在城市间 宰猪,宰牛,宰羊,他才能吃得到啊 所以儒家本质来讲呢,他是 认为有神,但是他没法讨论,认为有神,有灵 其实你只要去看礼记,去看仪礼 就是儒家对于神灵啊,他们是有过很开阔的讨论的 但是认为呢,在可能的范围内,在人间的生活内呢,就不要的 频频的,呃,召唤自己的老祖宗了,麻烦自己的老祖宗 尽量是,儒家的精神是什么呢? 尽量自己的事情,自己这辈子自己解决,不要什么事情 都去,呃,烦恼自己的祖先,所以呢,就变成 呃,我们周一里面的精子自强以不息了,但实际上,儒家最开始的这个儒啊 就是基于礼法之善的,所谓的礼法呢,呃,所有的立法里面呢,那祭法是排在第一位的 古人最重的就两件事情 国之大事嘛,在祭,在此以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家最重要两件大事呢? 一个是祭祀,啊,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打仗,打击敌人啊,就国家只有两件大事 那么呢,祭祀的作用呢,是请求祖先保佑自己,打仗的作用呢,是打击别人保护自己,啊,这两个作用啊,啊,第一,祭祀甚至比这个,啊,打击现在的敌人更重要,所以呢,在儒家的眼里,啊,神灵呢,从来是,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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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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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护业了我们活着的人可以理解的范围 但是那个世界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不讨论它 儒家在孔子之后是有个大分裂的过程 分裂成八个派别 比如说像曾子世一派 就是不像我们后世多数普通人想的 孔子死后呢 纽加一团和谐的继续发展 儒家在孔子死后呢 一下子就分裂了 这是很糟糕的情况 这就导致了孔子变成教主 就要等到了西汉时代 因为人类的很多教主 西家母民在死后 他的弟子没有分裂 有阿奈等人的作品集结起来 然后大家统一定正了师父的言论 然后呢 统一在一个教派里头 佛教就迅速的扩张加速发展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还有基督教扩散 耶稣死后 反正就是第2代也很团结 只要第2代比较团结 这个宗教就发展的特别的兴盲 和兴术 而且也很成功 这也是今天就是基督教 伊斯兰教 还有佛教成为地球三大教派的原因 而我们的儒教竟然 很遗憾的 没有列入了 很大原因就是 在于孔子死后呢 儒家分成了 八个派别 然后呢 大家传播了 每个人都在说 自己说的是孔子的思想 结果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情柱子里面 提到的孔子形象 几乎是分裂的 有些人 天天嘲讽孔子 比如说装子的书里面 天天讲一些孔子的笑话 这里面呢就是因为 乳邪 一旦分裂了 教派一旦分裂了 那 弟子们就内讧了 就没法团结这个 领袖的形象 宗教领袖的形象 结果呢 孔子呢就 很遗憾 因为这个事情很遗憾的 他的教主之位呢要等到了 西汉兰朝 才被清定为 中国教主 一段时间呢 成为了 儒教 后来又变成儒家 但总体来讲呢 就是说 因为弟子不团结结果呢 孔子的所有的生平的东西呢 只剩下了这个 轮椅 轮椅是一个 以路性的东西呢 它是不适合洗脑的 造成的结果呢 就变成了 就是 儒教呢就变成了 儒学 他不以教派的身份出现 他也没有像 基督教啊 伊斯兰教佛教这样的扩张力 考察整个宗教历史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呢 就任何人类的文化团体的 时候传播的时候都会发现有个特点 教主很重要 但是 第二代弟子们的团结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几乎是一个规律 假如 教主本身很优秀 但是第二代的 弟子里面不团结 内讧了 搞了一大堆的 鸡皮口罩的事情出来了 这个宗教也是很快就会 垮台衰微的 甚至被灭亡的 对了 耶稣的大弟子是彼得 就是现在的罗马教堂啊 就是彼得掌握了天国的钥匙 前掌 然后呢 在罗马 从无到有的建立起来的 耶稣留下来的十二门徒还是很团结的 只要门徒团结了 大家团结了 然后就能够 开创 教派的新盛 实际上呢 耶稣的基督教啊 也是一个 很诡异的 他的言流是出自于这个 犹太教的 犹太教是不认可 这个耶稣搞的这些歪人邪道的 我们现在圣经呢是旧耶跟新耶合在一起的 但是犹太人是不认为新耶 这个耶稣啊 既然背叛了我们犹太人 搞了另外一套 歪门邪道 所以呢 耶稣呢也是 在正统的犹太教研里面 也是一个邪教人物 汝家呢最开始就是诸子百家之一啊 然后到了西汉王朝 切立为汝教 孔子就变成教主了 西汉 东汉 就是 汝教 子代 孔子变成了教主 有一系列的归章教义 有一系列的神话传说 汉王朝结束了之后 三国了之后 魏晋南北朝 大家都对这个孔子的教主的身份 怀疑了 假如说 真的汝教能够保佑中国的话 为什么会变成三国这个时代呢 这么残酷 因为三国这个时代呢 前中国的人口损失了90% 只剩下10%的人口 10个人 死了9个人 三国的乱世 第一次遇到了 就很 一脸懵逼啊 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这么悲惨的事情 然后他们遇到了 我们就怀疑了 这个把孔子立为 教主 把 儒家思想变成儒教 真的对中国有帮助吗 这时候呢 就会有一大堆人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 魏晋南北朝的一大堆人 怀疑儒教的精神 孔子呢 从 教主的位置 请下来 这叫非明教 的思潮就爆发了 爆发了之后呢 孔子的地位呢 就变成一个普通的 孔子当时在两汉的位置呢 就类似于 就类似于基督教徒对 耶稣的尊崇 当时中国人是这么尊崇孔子的 认为孔子是教主 但是到了三国之后 开始呢 被请下了神坛 然后呢 孔子的形象 才慢慢的回归为一个 大臣至圣仙师的形象 他虽然还是圣人 但是他更多的在统治者里面呢 已经变成一种 导师的形象出现了 老师的形象出现了 他不再变成一种 超越人类 上的范围的一种神灵出现 你要是去看两汉 各种各样的图书来讲 在里面形容的孔子呢 简直就是一种怪物 各种各样的神奇的本领 然后呢 还会作画 还会 就是偶像化了 神灵化了 孔子是曾经被神灵化的 一个人物 该想得了 之后 再次 稍有